这是几楼了? 五楼 五楼 马大姐,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原来不管红娘婉婿 马金华,55岁 离异,现居住地长春市 退休金1200元 现工作月收入4000元 住房面积40多平米 没有子女 在电视上看你 好年轻啊你 年轻啊 年轻 正如左大呀? 40多平,不到50 这就是我执行,我没孩子 你没孩子 我没生过小孩,我结婚晚 我一无所有 就我自己,没有啥货物之有 大姐说没有儿女 这个岁数也算没有负担和牵挂了 这前半生的不容易 还是要从最开始说起 我结婚的时候是38岁 我是农村 我家是农村的 最开始来一天是我也受过错 刚开始就有人给我介绍 不是嫌我没有户口吗? 说花户口 说我们落户口也得花差三千块钱 我把户口办过来之后 我就生气了 我说又差一点的人 我还嫌不动他们 我还挑,最后我得挑了 眼光高 这回我不是他挑我的 是我挑他们了 完全这么的就开始就是 我这心态就不一样了 我就开始挑人了 挑人 挑工作 挑长相 挑身高 啥都挑 完了一下就挑成这个样子了 那多大姐的婚呢? 38 哇,但长得是真好 大哥一米八 大哥 大姨酸一片 这么潜伏啊 嗯 但是就是喝大酒 啊 太能喝了 六年之后 六整年离地婚 因为心气高 大姐一直挑到了38岁才结婚 可是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六年 她说 这段婚姻 让她很长时间都不敢再相信爱情 不仅如此 还让她有了最大的遗憾 那就是没有一个孩子 大姐 我看你这全是小孩的照片 包括你侄女哈 嗯,对 侄女和她老公的照片 对,对 你是不是还是挺喜欢小孩的 嗯 看一点俩孩子多好 要有个孩子多好 是个伴 跟我在一起多好 但是不行了 这辈子测完了 当时结婚的时候 其实可以要 但是她不要 啊 她当时不想要孩子 她是二婚 我是头婚 她有个姑娘 但是要也有个条件 就是生个男孩 抱走离婚 生个女孩可以接着过 那还有啥意义了 没听懂什么意思 她不想要男孩 对 一般不都想 愿意要男孩 你看就是 说白了就养不起 男孩你不还得给你买楼吗 买房子 操办 说喜欢这些事儿 如果很多呢嘛 女孩嫁出去了 有多少随多少 没多少没有 就拉倒了 当时想吧 心思不要就不要吧 两个人要好的话 互相有个依靠也行 我没想到能有离婚这步 大姐喜欢孩子 所以一直对侄女和外甥女都特别好 现在自己年龄大了 两个孩子也非常孝顺大姐 我侄女和外甥女 对我都可好了 总给我买吃的 我所有的衣服 就是我穿的这些衣服啥的 这都不是我的 真是 这是我外女给我买的 这全是我侄女 我妹妹 我外甥女 我侄女给我这衣服 全都是她们给的 我从来不买衣服 我这人挺仔细的 我过家挺仔细的 我不乱花钱 你看我电视都是以前的 最早的电视 真的 看老事儿的 还这种大屁的电视 现在谁家用这个电视 都用的超薄的了 对呀 你看我还用这种的呢 电视多少年了 这电视可好几十年了 最起码得有二十多年了 看着呢 还用的挺好的呢 可清晰了 我这个是 你看我是室内天线 不用交那个收拾那个钱 不用交那钱 不用交那钱 就你买这么一个东西 花这一份钱 比如说这三百块钱 二百块钱 你就花这一份钱 往上印单 你就完事儿了 大姐平常是个非常节俭的人 很少买衣服 大部分衣服都是家里人给的 一台老电视 也已经用了十多年 除此之外 在生活的其他方面 大姐也是能省就省 你就说住院吧 你年龄大了肯定有点毛费 让万一要是住院了干啥了 你不得有钱吗 就算是为了养老 对啊 我就为了以后养老 我打算你不能把钱全花了 其实我买我都买起了 但是我全花了以后怎么办呢 我得行这个呀 大姐说自己没有依靠 就想着趁着年轻多挣点多攒点 老了也算是有份保障 虽然大姐平常非常节节 但在自己觉得该花钱的地方啊 也是非常的舍得的 脱发脱发之后吧 我就剪短了 完了现在就是 我前面这块掉的就是 因为我睡眠不好嘛 完了之后就是最 我现在带的是假刘海 是吗 假的 这块掉的已经就是 都发亮了 然后后来那个 我十分的时候去种发去了 但是直发不挺贵的吗 直发贵啊 那你这花多钱呢 你这花6万块钱啊 6万多 6万多呢 大姐你这不舍得 这个不舍得 这花这么贵 妈这是脸面的 这面啊这是 咬牙 老心疼了 老心疼了 能听出来啊 这6万块钱花的 确实让大姐挺心疼 但是为了脸面 为了好看 大姐说啊也值了 那不知道 如此朴实可爱的 马大姐 想找个啥样的 另一半呢 再想找找一个 长相嘛一般就行 各高各矮的差不多就行 我不挑这个 但是这个男人不能有不良嗜好 别抽大烟喝大酒打麻将跳舞什么 这些烂糟事都有 这个我不喜欢 我挺保守的 嗯 说实话我呀 这辈子也没得到过什么 真爱呀 别人关心我呀 我也没得到过这种 这种爱也没有 我希望她对我好一些 根据马大姐的择我标准 红娘想到了 同样家住长春市的孙怡华 孙大哥 这就是我的房 给我的公租房 公租房是 对 你跟这住多少年了 住一年多了 之前在这住啊 之前没有房子 这一年在外面就是 在外面住房住啊 孙大哥在2018年离婚 离婚之后就一直租房子住 去年搬进了这个工作房 虽然房子不大 但是也算规整亮堂 大哥你这干熬的这是啥呀 这是七点水 这是红枣水啊 枸杞里面还有什么那个当归 对 养生的啊 好像是中药吧 也是种 不气不血的 那什么 那个 整一整 鸡子皮 吃完的鸡子吧 就要鹅子扒皮 放了点干嘛 汽水啊 对 将来以后夏天了 请七点水喝就像这种 泡水喝 这都属于养生啊 那全是大枣啊 那都是 都在那厨房 对 那是黄旗 这是黄旗 对 拿的是黄旗 那个是当归 不气不血的 对 那是不气 大枣 对 平常就泡着喝 对啊 那就养生嘛 那身体咋样呢 小毛没有 也没有 啊 小毛有 学压高点 其他的一般就还没什么呢 啊 那光荣之家当过兵啊 啊 对我当过兵 对 当过兵 哪年当的兵 哎呀 在79年呢 当几年呢 没有你们呢 就当了三四年兵吧 那退伍之后 回来给分配工作了 还是 在那个 拖拉机配件厂 国营企业 国企 啊 退伍之后 大哥被分配到了拖拉机配件厂工作 但是啊 后来碰上单位解体 大哥只能再另谋出路了 就是那些年呢 就是下岗 下岗的那个 现在就是为生活嘛 现在就是这样子 就在除外给你打工 你不打工 你怎么生存呢 那就是在外面给人干点那个灵活什么的 都干过什么 会开车了 你会开车 给人开个车 老板开车也给开过 嗯 再一个那个出租车也开过 还开过出租车 嗯 就这么一直干 公交 公交 公交公司的车也开过 就是呆呆呆呆的一直干到退休 为止 现在能开多钱 现在开三千块钱 不多了 现在已经岁数大了 六十多岁了 先找一个 他有个伴侣师啊 你一个人吧 你躺在床上吧 有时候没啥啥啥 你俩人呢 你说的 管他要口水的话 他是不是能给你递一下的 那再找伴想找个啥样的 找一个一般的人 同情咋里的 人互相帮助的 长相也是 一般人就行 身高的一米 咋得一米六多 你看我都一米七多了 你一米七几 咋得有一米七五 瞅着你也挺高 嗯 一米七五 然后希望能找一个一米六 往上去呗 那是基本上吧 嗯 带工资也双保的 妈呀 这咋是这边的 我的妈呀 这咋是这边的 你说那个 地方偏呢 哎呀妈呀 这地方也太那啥了 太甜了 太甜了 这个房子可都是公租房啊 嗯 这可不是个人买下的 不是个人的房子 对 他这是公租房 他这是公租房 嗯嗯 看看 看看人才呀 但是他可反正长的呀 还收花唠壳都还行 嗯 然后不抽盐 不喝酒的 嗯 这边还挺好 那大姐啊 就是你是觉得这儿 离你家远 还是你在觉得这个工作房的问题 离我家远 工作房都无所谓 那工作房也无所谓 工作房也无所谓 这都没关系 就是家 就是地点太远 就是地点太远 它与你家偏远 上班不方便 你那儿拿啥呢 鞋套 鞋套啊 到人家你不换鞋也换 鞋套套 自卑的鞋套 对啊 嗯 你是去谁家的拿鞋套啊 啊 万一也不方便脱鞋的时候 把鞋套给你套 要不人家地 都本人都挺干净的 是 乱七八糟的 真是个讲究感情人 这天还行啊 如果现在下雪天呢 多脏呢 是 挺着脚鞋的 你好 挺近的 你好 来了 来了大哥 好 谢谢来吧 你看 大姐自己带的鞋套 咱们这真的没啥挑的 行 进来再说 你俩介绍一下呀 我免贵姓孙 我姓马 叫马金华 你家是本市的吗 本市的 市医大街那头 高压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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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差不多就那附近 那属于经济开发区 经济开发区 经济开发区 我整个茶 你好 整我手了 我手了 人行 演员都挺好的 个头啥的都可以 百分百万 百分百是啥 能打100分啊 演员 那你相当满意了 这是 是吗 第一个想感觉 演员还挺好不错 一百分能打多少分吧 八十多分 那也属于高分的 是吗 那八十多分 能说到过去吧 那那二十分差哪了 那就再一瓶瓶了 我这才看着 你看今天穿这个衣服 还挺大 全是真深蓝色 红娘可会说的 真的 那您现在上班了 还是在家呢 我现在退休在家呢 退休了 你呢 我退休了 但是我还在上班 你平常 我是离婚的 我也是离异的 我离婚十多年了 那你时间比我长 嗯 我那个也这个四五年 但是我没有小孩 没有孩子 嗯 没生过小孩 年轻啊 那你这些年 你在挑剔啊 挑啥呀 这么说的话 我肯定 我自私自明 有啥说啥 我肯定疲惫不上 我就现在这个 都敢在断定 嗯 我看着我够强 我看着我够强 怎么还得自信呢 你 你是指哪方面够强的 我比较好 各方面 就 因为他没有负担 因为我工资还低 我还没有第二个行业 没做生意 你还是应聘的 回去的 还能上班 我啥不干 你最无所谓 这几点都出现了 嗯 再一个银子要去搞 对 十来年了 你找啥没找着 你必须要调恶 调性好一些的 嗯 大哥 你看我理解你对不对啊 没找调恶 你是觉得那个 听着他说 他已经离婚十多年了 你是觉得这十多年 肯定有就是给他介绍点 对对对 有 有 有 你觉得大哥 你觉得大姐比较调眼光高 对 对对对 你咋说那么对 不是 都这么大岁了 还啥呀 就是没有遇到那么情投意合的 嗯 但主要就是去看这个人 人行 能对家负责 对我好 能听起家门的 是不是 像男人一样 这就行了 我这三天真少啊 这样再少够吃就行吧 那我那工资开支才开一千多块钱呢 那那我都说不出口 我现在要不上班我都能饿死啊 前半生也没想到啥福 说实话 再找一个最起码能对我好的真心待我的 这就十足了 真的 没那么太高的要求 这么大岁啊 还有啥 人好就行 最主要的就是得对大姐好 这是最重要的 是吧 对 对 对 那倒没说 哎呀 你家这块有啥工资 哪有啊 这个就有一个 走出大马路去 二三五 反正我觉得大哥 人 我是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差这个事 嗯 真的我当你们样说 我不知道你啥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就差这个 上班这个问题怎么办 因为我不可能辞职 我这工作太好了 我扔了可惜 你们上班几点上班呢 8点 一般8点 正常都8点 5点 8点 那从这儿走的话 在6点钟就得 走 昨晚才隔阴呢 不是全程序里没用 有行 期待早能早的 早提前一要时呗 那你早上得起多大早 倒三趟车 那得黑一天就得处理啊 你家在哪儿住啊 我家就在那个 事业大街和那个 金达标准 就在单位旁边 我单位在那块 我从我家到我单位 就10分钟 他那本身 离他单位也近 就应该就是 他应该主动提到 就上他那去 上他那去的话 那很好一些 便捷嘛 他方便 他没提 对呀 他没提啊 不是那大姐 那上你哪儿住不也行吗 上我那住啊 那不行 为啥 哪有男士上女朋友家住去 我一会儿下去 就按着那路线走 我现在那么回去 不 完了那个那啥 我不知道大哥啥意思吧 我的意思就是 先留个联系方式 我走一趟路线 如果方便的话呢 咱俩就互相走动 行 那行完全可以 我就按你的思路来 你俩留个联系方式 然后日后呢 像刚才大姐说的 那个方法 你俩走动走动 联系联系 相处相处 然后我也就希望 你俩能有个好结果啊 那这样吧 大哥你把衣服穿上完了 你俩大姐算慢点 不要不要我自己走 行走走走 送送你 走 四五百米啊 四五百米啊 那挺好的 十分钟了吧 十分钟能走到不 我那小动门的时候 十分钟到了 现在走十五分钟的 啥呢 还行 不顺用 走一下慢走 回家 来个信 到家 到家给你发个微信 到家给你发个微信 好 好 来了 没错 对 好多活 慢一点啊 大姐 从大哥依依不舍的样子能看出来 他真是对这段缘分挺期待的 回去之后 红鸟也一直惦记着大姐 这趟路程试验的怎么样 于是第二天啊 赶紧给大姐打了个电话 回去感觉咋样啊 他们那趟路线 太费劲了 蛮轻的 太费劲了 你总共回去 又公交又到地铁 一共多长时间 一个半多小时了 一小时五十分钟 将近俩点呢 嗯 那是不是 那走太远了 游泳马 那家回来都累病了 不出了我都告他了 嗯 我跟他说了 我说不行 我说因为地点 我说实在是不方便 我说那个 就做个朋友吧 那行大姐 那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然后和大哥也都说完了 那我这边就有合适的 我再给你介绍 行 那就麻烦你了 你再帮我留一点 行 没事没事